D&H Tran傳情 所以我們就直 Gen 到 70 年代尾 那時經據這個都市傳說 香港第一節有人提議 我們要討論回規就是銀行引勞員 其實不是的 其實當時 70 年代初 麥麗浩當時被派來香港 除了要搞定的六七年後的圖動外 其實都要開始計劃香港如果一旦租約完結的時候要怎麼搞 97年之後讀書的朋友 其實你可能未必知道香港是分三段給了英國人的 第一段就是香港島永久地割坐 九龍界限界以納的地方也是永久地割坐給英國人 新界最後一刻在1898年以99年的租約被英國人 1999年租約 這條租約在1997年應該結束 那時那群銀行員聽聞 他好像純粹去了找港督麥理號 就說我們在新界給不到15年的按揭 因為20年之後都沒有這個地方 其實不是的 英國人他們玩帝國政治玩了這麼多年 他沒理由不知道 那他們那時候已經鋪定路 就是一旦如果新界要環境 可以保持九龍和香港的話應該怎麼做 其中一個在軍事上要做的地方 就是你要整個緩衝區 九龍以北的地方你整個緩衝區 那緩衝區基本上就等於什麼都不可以起 因為你要緩衝區 香港那時地少人多 那麥理號這個林超英我相信都會挑戰我 不過麥理號怎樣可以解釋給香港 一些仲是很多人住在木屋 你們又突然間要征僻很大片土地 又不起東西 又要令到香港人復 所以麥理號當時就建立了香港第一批的郊野公園 其實郊野公園很多人說 因為麥理號很喜歡行山 其實多這個我也不排除 不過如果你是從第二個政治角度來說 可能是在九龍北那些地方 省省的緩衝區 所以有了麥理號機 是 不過因為當時香港人口實在爬得太快 那去到九十年代初的時候 或者八十年代初的時候 英國政府即是低起心肝 跟中國政府談 那戴翠爾夫人當然最出名 就是去了紫禁城 那第一天就去了中南海的時候 就走下去 這個根據 不知道Douglas Heard 還是何惟的那些回憶錄 就是說戴翠爾夫人 你知道紫禁城之門是一道有一道 一道直線一道 一道有一道 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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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最後一道一打開的時候 當三位站在那裡 就好像是英文小平 趙紫禹和他的翻譯員 那戴翠爾夫人屈成對馬 幾十多人都有 這樣進去的時候 我打算第一天 為什麼是嘻嘻嘻嘻嘻嘻 接著就說 可能有些東西 就是挖手 那現在戴翠爾夫人就看著戴翠爾夫人 就說 戴翠爾夫人 香港呢 我們一定收回的了 1997年 然後他指著趙紫陽 就說 他呢 就和你談細節的 那戴翠爾夫人說 蛤 我們不是來 什麼都可以說的嗎 為什麼你可以幫我們 我們談了還沒談 你說收回香港 那一路之下 就說我不行 要給他一晚時間 回英國領事館 匯報 不是 英國領事館 跟智囊聊天 商量 那他已經是首相了 不用匯報了 他都用自己想 那就是 在走出去人民大會堂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呢 摸下 沒錯 阿林依依罕有我們這麼斯文 沒錯 他是摸下的 不是摸下的 不是摸下的 Youtube也有看的 那 其實 當時戴翠爾夫人 當然也在回憶裡面說了 他也有很多這樣的方案 例如說 和中央中共談談 可不可以把香港97年的租約 延續 沒錯 我們香港人普遍 97年前 或97年後讀書人都會說 這個戴翠爾夫人 八婆傻的 怎麼會被你延續 鄧小平這麼愛國愛港 這麼對領土完整 這麼有訴求 怎麼會被你延續呢 不過你反過來 和大英帝國的角度來想 你中國要收回的話 你老早就已經收回了 是啊 還要趕那時候 鄧小平要改革開放 你更加需要 因為 還有鄧小平改革開放 是因為國家已經太力弱 太力弱 如果他在想過就是 我再封間鎖一個 軍製再繼續下滑下去的時候 中國遲早會滅國 所以迫不得已之下 才改革開放 希望經濟可以提升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 你自己基本上 從國家安全角度 要搞搞改革開放 和提高生產力 和國家財力 你更加需要一個普通法 有一個非常深遠的金融中心 幫你去做這件事 是吧 就是香港 就是香港 那反正你如果要收回 都收回的話 你都沒有收回 跟你談俗話 好像業主 業主都不收回的時候 那當然要談俗弱的 對不對 所以盤算不到的地方 就是連鄧小平 都同意戴翠爾夫人的感官 就是沒錯 中共特別在改革開放 更加需要香港這個 用普通法制的金融中心 不過大翠爾夫人 計漏了的地方 就是鄧小平原來 有條橋 有條橋 既可以收回 不過繼續延續香港 作為一個普通法 金融中心的特色的結協 那這條橋叫什麼呢 姨姨 沒有橋 是 不信 哈哈 他怎麼騙人 沒錯 我自己這樣說 你兩個偏拖 都不算 今天不算 今天不算 OK 果然有胃眼 那是騙人 OK 我們先撇開林姨姨和Doctor的筆 不過沒錯 五十年不變 一國兩制就是大翠爾夫人 計漏了的地方 鄧小平就說 我來很多 甚至如果你說 跟鄧小平的角度來講 因為香港當時的自由度 是比英國軟自由的 英國的自己本身的財政 已經非常混亂 兼顧他們對於市場的干預 也很大 甚至也很奉行這個保護主義 那其實呢 鄧小平甚至可能是不相信 英國是有能力 保護到香港本身最自由的特色 是啊 給個比例 大家 今時今日在香港被捕之後 如果你說我不拿保職 理論上 警察在多久之內 48小時放你 沒錯 除非他下責任 如果他不下責任 48小時之內要放你 英國現在是不是的了 英國因為反恐之後 基本上可以維持你三個禮拜 不下責任 他都趨利不上 基本上如果在香港 仍是大英帝國殖民地 他們可能已經用了這條法例去拉毛之鋒 是啊 所以呢 可能鄧小平只有這樣盤算 就收回香港 好了 去到這裏 我要提提大家 香港當時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想想國家領導人 除了鄧小平之外 或者趙紫陽那些掛銜頭的領導人之外 其他下面那些領導人 在香港不斷出入 還要是怎樣呢 例如大陸光大集團的主席 國企最大 差不多拍到中信 居然主席會為香港 唯一間鬥貓的夜總會 道路制度 還是分域度 還是落黑度的夜總會 開幕的 不是大富豪 是啊 你真是 佔東嗎 是啊 你真是 我不是到老子島嗎 當然不是啦 抱歉 這些依依就熟了 因為依依年代有新聞 我呢 我是小學 所以我都是聽老人家說 沒錯 當時中信集團的主席 他可以去到這個level 還要是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變 馬哲派暴自治 其實這些全部東西 都是基本法的第一條 第一條是一國 第二條是兩制 第三條是港人治港 第三條是高度自治 就是如此類推 楊小平當然 這三把東西很厲害 他不可以用一兩個字 都講完 剛才講的東西 那 為什麼那時候 中國 特別是中央最高領導層 保護著我們香港 最主要的數據 是看一個就知道 為什麼 就是當時我們香港五百萬人 中國十多人 那就是我們香港人口 是別人 就是我們中國大陸的0.5% 不過我們香港的GDP 就是大陸的二十幾% OK 那麼去到97年 很多人都說 其實董建華是不是很廢 董建華是很廢 不過中央 基本上真的很尊重一國兩制 真是說 很多事情 很多人要求中央去干預 明示暗示也好 他都特地不干預 OK 不特地不干預 那為什麼呢 其實去到97年過渡的時候 雖然已經經過大陸十幾年的 十九年的改革開放 我們香港 小小香港 雖然人口還是別人的0.5% 也好 都已經佔 還在佔大陸的GDP 十幾% OK 即是他們幾個省加起來的GDP 那麼厲害 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要給面子 好了 李嘉誠說 為什麼現在香港立立亂呢 香港最立立亂的原因 就是 今年年初 李嘉誠先生 請得外長輩 李嘉誠先生 李嘉誠先生 他是把他自己的公司拆遷 當然 不要叫他做徹資 不過最主要 其實都不是他這個行動 最主要就是 因為他有個親密好友 周外璇小姐 就在另一個場合被問到 關於李嘉誠先生這個舉檔 那麼 他怎麼回答呢 就算了 大家都知道他怎麼回答 沒有啊 你說一次 也是 大家不要覺得他是徹資 他心愛香港的 等等等等 最重要 就是 周外璇小姐 她說了一句說話 大家一定要記得 記得 就是她說 大家香港人心態要變 因為我們香港的重要性 真的確實是低了 因為我們香港 現在照大陸的GDP 都沒有30% 從數據上這麼簡單 那你知道黃絲帶的 年輕的香港人就會說 嘩 你敢看笑我們香港 敢看笑我們香港 敢看笑我們香港 老實實 林依依 在到今時今來的香港 你還可不可以想想 幫大集團主席 給這個政治局常委 落張Memo 叫他幫香港 某一間夜眾會開幕 其實你說得是對的 但是呢 你就不應該說 董建華不做事 其實呢 他是一個心地好的人 唉 心地好不好 這件事我們先撇下 因為呢 講地緣政治 就真的不講誰 除了一些很特別的例子之外 OK 是不是都平庸的了 所有的官員 因為就算不平庸的人 都會被制度枯死了 除非他很卓越的人 他可以將 連那個 曹仁超華齋 有智慧不如趁勢 就算你有智慧 你趁勢的話 都很容易被人搓死 香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當香港的重要性 或者香港要霸佔到中央最高領導人的 mind share 即他想夜時間的百分比越來越低的時候 你就現在看到呢 如果大家翻過工 特別是大公司上班的朋友的話 香港呢 就由成為全公司旗艦的project 變成了一個已經 放在一旁 拱字局不是很care 高層已經不是很care的project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發生什麼事呢 沒錯 大家如果在大公司打工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那個 Department的額頭 或者是直屬那個Department上司 就變成土皇帝了 即是你說CY 或者是中聯辦 或者是他整個系統 因為當中政治局常委 已經不是很care你香港了 已經放了權力給你下面run的時候 而香港還是一個每日 有億億生錢 飛來飛去的地方 做土皇帝的誘因就極度大 如果你是善良一點這樣想 派得來香港 或者牽涉香港事務的中國官員 一定是要廉潔 因為連中央都知道 如果這幫傢伙貪污 而被香港傳媒踢爆的話 國際大炒民 那就一定是派一些清官來 派清官最大的問題是哪裡 就是當你做得清官的時候 你不貪錢的話 你肯定不是為了一份量去大陸做官 你一定是有些他自己覺得 崇高理念 包括可能要香港人 順服於中央 如果是一幫很貪錢的人 其實香港人順不順服中央 不要緊的 他們是貪錢的 所以忽然間有這樣的反向過 他怕一些清官來香港 不過這幫清官全都是塔利班 不是說錢而是說打勝戰的話 跟香港人 即是跟那幫港英餘業開始宣戰的話 而他又不懂地緣政治的哲學的話 那香港便出事了 現在問題就是 當中央最高理念不太關心的時候 梁振英或者他們管治班子的盤算很簡單 香港一定要出大鑊事 所以中央才可能在他們每天的報告中 才提一兩句 當他提一兩句說香港很亂的時候 中央反而就會越撐香港他們現有的管治班底 即是你越亂越好 沒錯 其實梁振英不是一個蠢人 為何開口都要好像開口盯著你 這樣激動我們 是啊 因為對於他來說是最有利益的 這個當然是跟諾貝爾得獎者 就是Buchanan 我知道醫師學懂很多這些 不過經濟學就沒那麼熟 這個Buchanan就有一個叫做 Public Choice Theory Public Choice Theory 就是公共選擇理論而是職業的話 Public Choice Theory很簡單 就是所有政客外交官等等 官僚等等等等 其實最終都是為了自己的思慮去作出任何決定 所以如果你說 我們選選誰選誰呢 就行了 錯 其實現在最不方便的真相 就是香港基本上地緣政治就是玩完了 你說香港繼續繁榮安定的話 其實香港繼續繁榮安定 根據藍絲帶說 只要多建這個港珠澳大橋 或者第三條跑道就沒事 或者高鐵就沒事 錯 玩完了 花光你的錢 你又說好也好 第二 黃絲帶說如果有外有真普選 我都會沒事 錯 我們七八萬人現在是同心協力的話 都是玩完了 我也是這樣說 除非 因為世事也不是我們那裏 中國他們的影響 軟性也好 硬性也好 如果中央最高領導人 這個唯一有效的保護者 一旦不再掌握 即他不再放集中來保護著我們的話 基本上信滲透的形式都會掛掉 OK 你由這個單程證的移民 到這個九七年之後 那些人讀書的心態 到這個遊客來我們香港做的事 都會慢慢蠶食我們香港人本身的精神 例如說以前 建高鐵 或者建第三條跑道 一定不會用現在的方案 就是因為如果你說第三條跑道 你叫基管局什麼 基本上叫基管局什麼 這條數 然後用基管局叫它加費 加費之後 就用那條數球去玩錢 如果你不經歷法會的話 很簡單 如果一旦基管局倒閉的話 那債權人難道充公了基管局嗎 債權如果是外國投資者 難道它整個香港基層充公了嗎 那如果不想充公的話 那就是讓業政策拯救 那到時才提搶去立法會 叫它立法會撥錢去救它 所以這個 所以你拿市民的錢 是 不過這個已經是minor issue 我們說那種蠶食已經不斷發生 那好啦 如果你說普選 那怎麼辦 普選sorry 新移民會有150個 新出生的那班人 就算你說你很支持也好 或者很... 你已經不知道 以前的英國人世界是怎樣的 你不懂得怎樣保護 你不懂得怎樣解釋 給那班藍絲帶知道 究竟是怎樣的 即... 地緣政治的轉世 有沒有方法可以定得住 有的 這個世界上 如果你有些很聰明的政治家 是可以的 如果你有近代的例子 當然就是 古巴的卡斯特羅 卡斯特羅 在蘇聯 蘇聯一解體之後 古巴這個共產國家 應該是滅亡的 應該給那隻大哥 你美國 套多口水 應該已經到古巴了 你站在馬尤密 是不是 站在佛羅里亞州 他就定得住 因為卡斯特羅 是那種級數的 帝國政治玩家 即我在香港沒有這個 第二個例子 就是李光耀 在大英帝國撤退之後 今時今日新加坡 還是一個很濃烈 大英帝國殖民地色彩的地方 還是行普通化 還是對產權亦尊重 就是在這樣的地方 不過你要用到那種級數的人 而他們有能力 喚醒的人民 說這件事是要這樣 就是李光耀不斷重複 一件事 就是我們不斷 我們是一個 重重被回教徒 包圍的地方 我們是一個 人口比例上 隨時可以發生 種族大屠殺的地方 所以我們國民 如果一旦不團結 我們不製造 一個叫新加坡的身份出來的話 我們就會莫滅國 是用這樣的方法 那些人說 靠客人而已 說真的 你不是用這個手段的話 你已經變成印尼 或者馬來西亞 來不來會台灣 來不來會發生種族 那麼我們香港 又不用這個 李光耀這個政策 你有沒有出這種人 你有沒有這種人才 我覺得李嘉誠 今次拆遷 我真心相信 對於他來講 本人來講 是一個非常痛心質手的 他不是拆遷 據我所知 他還有一個葵涌碼頭 那裡一起 那裡 不得了 那些 怎樣說 就是另一個項目 巴拿馬 我又不覺得他是巴拿馬 對巴拿馬有任何情意見 我想其實這個浪 我給你最好的衣服 不是 大家第一件事 中央或北京 很多香港人 很愚蠢地覺得 北京是一件事 他們每做一件事的時候 是整件事一起去做 錯 他們都有派對鬥 他們都有 上面官僚 即是上一個政策下一個對策 那種官僚系統 任何在大公司做過的事 都知道 老闆不知道 當然可以亂來 對吧 你覺得中央不知道 現在香港這麼亂 或者感受不到香港人那種憂慮 不錯的 你先聽聽 你可以繼續打小報告上去 如果你說他們是否在意 我給大家一個最好的例子 最好的例子就是 2012年的時候特首選舉 唐英年基本上就是那種大英帝國的延續 其實這些選舉不要玩了 千二人都是選舉 原本其實對於唐英年來說 應該是一個 他們說是否叫加冕 年輕人 坐在這裏 我給你一個皇冠 然後你就積極不干預 然後你就繼續 鵬拼拼拼拼拼拼 嘻嘻哈哈 因為你們這些香港人都心入民心 你都是一個近乎白癡的人 等於他們對預期 你都不會做些什麼 那就是積極不干預 其實選唐英年也好 跟著唐英年在選舉期間 爆出的醜聞 我們不要理論哪裏 簽建的 你說簽建也好 分愛情也好 希望我經過果浪之後 才知道 原來在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有這麼多春宮故事 嘻嘻 原來 當時押財政司司長 原來的文筆這麼好的 我望著梳化衣 我就想起你 嘻大哥 我都寫不出這些肉馬的情書 那我想就是 那些梳化衣搞了什麼 會搞到你一想到 一望起的梳化衣還想起你 其實這些很閒 Anyway 爆出這些醜聞的時候 唐英年那次 基本上就不是選舉 基本上是一層政變 很淡 基本上是一層政治暗殺 暗殺了它 那大家試試回帶 回到這個中央政治局常委 會指示這個光大集團主席 進來香港一間夜總會開幕年代 你猜會不會有人夠膽 去進行這一場的政治暗殺活動 你說回他剛大那裡 我可能記錯了 因為陳香梅展大富豪 可能你對的 隨便很多人幫我們香港夜總會開幕 對吧 那個年代哪裡會有政治暗殺 那時候中央這麼關心 鄧小榮還在拍桌罵你嗎 一定會拍桌 這個是誰來的 這個他會問 就說因為不關心 所以就搞了林鄉靖上台 他不關心 他現在還給那麼多維穩費在香港 還收到香港消息 那你們自己問自己 維穩費在哪裡來的 你以為真的是北京嗎 當然不是 可能是香港駐香港的那批機構 他們有錢賺的 香港有很多同鄉會的 他們不斷地 或者是 或者是 很多這些政策上的地域輸送 或者單些荷蘭水蓋 這樣換回來 大地產收 要多少錢 要多少錢 說真的我自己做自己的工作 在這個屋邨 蛇仔餅中是有人贊助的 而且很公平的氣氛 你只要問他 基本上有的 你有沒有心得拿 不需要的資源 維穩的資源 其實死起相中小很多 你說一千萬 就已經可以整個 百萬人齊撐政改 一千萬其實是否很多錢 不是 不過只是半層樓 說真的 香港地運跑完 所以我決定移民 因為我覺得香港 我自己參選完之後 我發現香港人 是不會選到一個 李光耀或者卡斯特朗出來的 即是你覺得香港是有這個 李光耀的人才在 沒有 只不過你們不去選 是不是這樣而言 我去選 我自己都選了出來 我當然 我當然 覺得自己是李光耀或者卡斯特朗 不過我打算是 折古華拉也好 或者是李光耀的朋友 當時一起入國會 那些 都好 不過沒有 我們香港人不會選出來的 沒有 沒有 但是為什麼香港人是 他是一個反叛 還是 沒有什麼自衛 沒有什麼自衛 其實不是我們沒有 我看得來 因為香港也有一個很深遠的移民傳統 可能探索這些東西的人 不會繼續逗留做選民 移民走 即是九七那些 有些回來 很多都沒有回來 是 也就是九七之後才決定走 那批先緊要才會得到這 即是他感覺到香港的事情不妥 不過不知為什麼 我告訴你為什麼 就是因為帝國的政治版圖移動的時候 原本大英帝國在40年代應該已經撤出 誰知道中共最高領導人覺得這個太好用 間粗保護著 artificially保護著 人為地保護著這個現狀 為什麼香港沒有普選 為什麼英國人不讓我們香港普選 就因為他知道香港一大普選 如果我們香港民族自決的話 中共就收回了 sorry 其實這個也是他 我不知道是否故意忍心不讓你香港民族自決 不過就是他知道英國 即是一旦你香港開始又搞福利 搞大規模的貿易壁壘就出事 所以我們香港人 這個也要讚一讚彭定康先生 彭定康先生在他1996年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裡面 曾經說過一國兩制死亡 就應該不會在北京的手上 因為彭定康是可以看這些檔案 他知道大英帝的盤算是什麼 北京怎麼會搞你 北京最高領導人 北京領導人是知道你香港有多好用的 他說我們香港的一國兩制 應該是斷送於我們香港內部某些人的手上 那麼如果你說自由港這件事 香港一定要繼續證明我們的用處的話 那自由港這件事 用撥顛詐的思維 當然一定要繼續延續的 那我給你一個例子如何摧毀 大陸做不到一定的東西 我們香港做得到 當然要保住我們香港 大陸買不到安全食得的奶粉 那就來香港買 怎麼知道我們香港做了些什麼 什麼都沒有做 有 做了什麼我們入奶粉 行禮令 我們香港人已經斷送了 即是 我們媽媽買不到奶粉 你買不到奶粉 不過我抱歉 你待會就會被共產黨收回 不是 但那是結果 只要是政府多入奶粉 他不入而已 我們不要 我們從這種帝國政治 我們香港可不可以地緣政治運氣 而地緣政治運氣 我再重新 是界定為 我們可不可以保持 例如普通法制 私有產權 自由港 即是保護到我們香港獨有的 那種大英帝國政府 維多利亞年代的大英帝國特色 那麼其實這個人為地 保護著的年代 都會過去 都在過去 所以我們才看到這麼亂 你繼續佔中 沒有point 這個事實已經是改變不了 那麼 我相信外面有些客人有 這個可以作為一個extension 解釋問一問 如果中央最高領導人 那麼在乎香港 為什麼1967年那幫左仔 可以大規模騷亂 是啊 其實大規模騷亂 1967年那一段 就是因為我相信 如果從這個大英帝國 或者帝國政治來說 其實因為人民化大革命 是一個毛主席 和他下面的人 一場官僚的大權力的鬥爭 因為所有人都覺得 毛主席已經黏了 加兇了他 毛主席一句說 衝擊官僚 破舊立室這件事 其實都扯有其方針 就是核心是衝擊官僚 就連外交部都間歇息 突然間失效 其實如果你是說普通軍隊 就一定是講軍技 上邊下來沒有命令 就不做事 不過共產黨一向他們的DNA 就是遊擊隊 遊擊隊 設計上有少許 很大的分別 很少 不過正面 都是一個很大分別 就是遊擊隊的DNA 就是 上面一旦不下命令 的話 就等於我們可以假設 上面被人摧毀了 所以下面 就麻煩你全力出席去打 基本上有點像 ISIS 那些 即是六七年 那些 因為當上面突然間 沒有命令 叫他們不要取行 的時候 下面的人就說 咦 我們終於可以打走英國人 還要是 因為共產黨 一直都要有這個棋 但他真的被摧毀的時候 可以反撲 所以他一直都會培養著 那種反英的情緒 但反撲不了 反撲不了 很多人都說 因為英國人的警察 真的一拳拳地摧毀下去 有 有 有 最主要的地方就是 文革裡面 那麼多的官僚系統 第一個拿回真正的控制 一定是外交部 外交部 為何可以讓外兵玩 周恩來一拿回控制之後 第一時間下命令 叫澳門和叫香港的小朋友 叫他們全部停 當然在暗黑經理人中間 不可以直接走過去前線的陽光 那些 你們不要再放炸彈 當然不可以這樣說 對嗎 那他可以取而代之 渴下奶水 不給資源 你就跟英國人打 英國人打 那英國人就拿那個棍子 真是勾你 你不能頑拖 你不能頑拖 因為北京和倫敦不知道 這件事 因為這樣 所以禁止了 六七暴動之後 佔中是以和平 不過非法的手段 也不可行 那麼邏輯上 下一步會怎樣 暴動 非法和暴力的事件 如果你是非法和暴力的事件 第一步當然是打擊一些 我常說沒有經濟價值 以及不會有人命相盟的目標